好 大家好 焦點視頻 陳根順沿途有你的時間 盈光幕見到我們的陳根順師傅 大家好 師傅 上一集我們都給了一些貼士 我們又講回我們最熱切 還有很多人想知道的風水的題目 我想請教一下師傅 你也知道我們香港地少人多 所以建築物最好就是越高就越好 向高發展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例如中環的IFC 九龍站那邊有一個很高的貿易中心 那麼高的情況之下 其實是不是建築物越高就越好呢 跟價錢一樣呢 這個問題呢 有些地方呢 就零零射射有座大廈特別高 嗯 飆出來的 這種情況呢 我們叫沽風毒爽 周邊的很矮的物業 很矮的樓宇 零零射射有座大廈飆出來是很高的 這個我們叫沽風毒爽 如果是整群的 你可以在佐敦那邊很多幾十層樓高的大廈 但它不是個體一座大廈 它是整群的 一個大地區 這個就沒有問題的 嗯 嗯 OK 大師傅 如果有一些呢 除了高 是吧 高有一些又幼的 是吧 這幾年都很流行的了 牙籤樓 嗯 牙籤樓 是很小的 是 是 建的樓呢 就不會很高的 嗯 當然呢 如果周邊還在五六層樓高 它自己幾十層的 嗯 那就不好啦 嗯 但是來說呢 周邊會繼續發展的嘛 嗯 是吧 嗯 那它那個呢 如果它旁邊都起了那麼高 那就沒有問題啦 嗯 如果它形形斜斜 一支樓這樣飆高 嗯 周邊呢 還有五六層樓高的大廈 嗯 都是叫官方讀聳啦 哦 這個受四面埋方的風吹閘啦 是 這個就是不好啦 OK 那師傅 這個就是那棟大廈的形狀啦 如果我住在一個單位 我看別人那些建築物的形狀 可能是很奇形怪狀的 例如可能大空館那樣 整個波那樣 那擺在面前 是不是又不好呢 刑殺呢 你之前講過的 刑殺呢 就很多類型 嗯 譬如來講 你這座大廈 就對著中文大廈 就像把刀那樣切過來的 那就是刑殺啦 那你對著一座大廈 那有個尖角的 嗯 尖角 這樣射過來 像把刀那樣射過來 嗯 那你對心臟啊 對健康啊 容易出意外啊 等等都是不好啦 嗯 你都要化啦 是 那你講到尖沙咀的 太空館 好像叫波 這樣 那有些人呢 有些人迷信一點的 嗯 就認為這個像個墳墓 古代的墳的形狀哦 哦 那這個是不是不好呢 嗯 其實都不可以這樣講法的 嗯 不可以這樣講法 啊 這個波呢 我圓的呢 我們視為一個金來的 是 金 它跟著海呢 是 譬如那裡有些建築物呢 是 附近有些建築物呢 嗯 它有噴水池的 是 這個圓是屬金 嗯 金水呢 是雙生的 是 這個沒有所謂 沒有一種殺人在那裡 就不用迷信 哇 這個像古墳哦 這樣 這個說不通的 是 這個走向迷信那方面 是 OK 那師傅 那我想請教了 例如可能 顏色呢 如果例如那棟大廈 我外面的 我看著那棟 零零細細的 是一棟紅色的 那是不是又不好呢 那紅色呢 九龍灣那邊的大廈 叫做紅屋 嗯 就算名字 紅屋 我就知道在哪裡 是 整座大廈都是紅色的 是 紅色呢 是 中國人來說 其他地方都是 這些嘉賓來到 鋪紅地毯 是 代表 歡迎 代表熱鬧 是 但是紅色呢 個份紅色 是永遠有些紅在那裡 是 過份了呢 但是太過興奮 哦 太過興奮 其實過多呢 我個人認為呢 是不好的 哦 紅色呢 是必須有紅色的 是 但是過份多呢 就不太好 因為它是屬火的 嗯 紅色屬火 OK 但是這樣說的 師傅 它屬火而已 如果 我不懂 玄學 會不會有時候 有些位置 就說 哦 今年興興興興火的 或者今年要火的 這樣 它就 反過來 它在我面前 它就是好東西呢 那個呢 每個方位 每一年 嗯 嗯 每一年榴槤 是 都有一個飛星 嗯 飛去每一個方位 都不同的 是 你不可以說 每年的顏色就會轉 哦 這樣也對嗎 是嗎 顏色每年就會轉 轉來轉去 今年有紅色 明天有什麼顏色 薄命油 是 不可能這個就真的走向迷術那方面 你覺得自然走就可以了 不用那麼刻意去追究什麼色 當然你說我這個三壁位 三壁位今年掛紅色的東西 木生火把他蝕了他的三壁 用不了官非破財 這個是可以做得到 但是不需要刻意把那個方圍全塗紅色 你掛九條紅絲絲帶 都可以化到的 OK 好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 下一集我們又再請教 陳根信師傅 其餘一些不如關於香港的風水問題 好 拜拜